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我心目中的满飞影片 美丽人生 1939年 犹太青年龟多和好友 开着一辆没有刹车的破车 从山下去阿雷佐小镇 龟多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书店 途经一座古仓楼时 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 突然从塔楼上跌落到她的怀中 原来塔楼上有个蜂窝 蜜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 多拉想为民除害 摘掉蜂窝 反被蜜蜂遮伤 龟多见多拉的第一面 立即就对多拉产生了好感 早安公主 龟多热情地为多拉处理伤口 为表示谢意 多拉送了一些鸡蛋给龟多 意味深长地摸送她远去 龟多到小镇上 投奔到叔叔那里 叔叔在家酒店做部长 龟多和好友得以住进叔叔的储藏室 阴云密布的意大利 纳粹的反动势力日益强大 摸索里尼推行强用的种族歧视政策 龟多因为有犹太人血腾 甚至得不到一张开书店的申请表 政务官的秘书说 政务官没有时间签字 事实上距离下班还有十分钟 政务官甚至告诉龟多 怎么你不服去投诉我啊 政务官刚走到楼下 就被龟多无以碰掉的花盆砸中 龟多想要帮忙 政务官推开龟多 又戴上满是鸡蛋的帽子 这下开书店的申请 看来是难上加难了 龟多被追逐的过程中 意外撞到了在骨仓碰到的公主 龟多对公主说 早安公主 我现在赶时间 下次见 书店暂时开不成了 由于生活所迫 龟多只好在叔叔工作的饭店 做服务员 龟多不知道给顾客鞠躬 是45度呢 还是50度呢 还是90度呢 还是180度呢 叔叔告诉龟多 学向日葵 向日葵向日鞠躬 需得太低的向日葵 已经哭死 你是适应 不是吓人 服务需要高度艺术 上帝为人服务 但上帝不是吓人 龟多听得一愣一愣的 哦 和你比 还是你会忽悠人 龟多在广场又遇到公主 跳出来对公主说 早安公主 多拉给妈妈解释 她就是我说的 我经常碰到的那个人 龟多说 或者我们也可以约见 今晚8点怎么样 多拉笑着说 不 还是碰见比较好 希望下次 还可以碰见你 酒店有个客人 是德国医生 也是个吃迷猜迷的人 5分钟前 医生问龟多 越多又看不见 5分钟后 龟多上菜告诉医生 黑暗 越多又看不见 医生感慨 你真是个天才 你5分钟就能破解 我却要8天 龟多给医生出个明面 白雪公主招待七个小矮人 切饼要切多久 医生忙着解密 甚至没有心思吃饭 这时间 厨师一下班 又来个客人要吃饭 同意加钱 龟多给客人点菜 客人的主要需求是清淡 医生点的菜是沙拉 三文鱼 白酒 龟多给客人点菜 先说一大串油腻做法的鱼 最后借一个 清淡三文鱼 客人自然会要那清淡三文鱼 沙拉也是一样的套路 先说一串油腻的 最后借着沙拉 龟多秒上菜 客人吓得眼睛都止了 这个胖客人是罗马来的都学 要到学校视察 第二日 龟多竟冒充都学 来到学校视察 受到热情招待 兴奋的龟多 甚至跳上讲台 给多拉施展自己的戏剧才华 有了学生开怀大笑 龟多趁机问道 多拉周六在歌剧院看歌剧 并也买票进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 楼上包厢里的多拉 散场后 公主又碰到龟多 龟多在雨中 为公主铺上红地毯 公主打开心扉 可龟多从南谈到北 从东扯到西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公主甚至告诉龟多 打开我其实很容易 只要找到合适的钥匙就行 这时两个人刚好走过 那个日日从楼上 扔下钥匙的地方 龟多从楼上喊 玛丽 钥匙 天上门掉下来一把钥匙 送多拉到门口 龟多对多拉说 你想象不到 我多渴望和你做游戏 那个古老的游戏 但我绝对不会告诉人 尤其是你 除非言行逼供 否则我不会说 不是一次两次 也不是三次四次 更不是五次六次 是从日出到日落 从朝霞到夕阳 从春花开到秋月落 从夏日艳阳 到龙东大雪 多拉的男友 一厢情愿地 和多拉举行订婚晚会 晚会恰好在 龟多所在的饭店 医生有急事 要回柏林 临走之前 出个谜给龟多 一提到我 我就消失 我是谁 医生刚走出饭店大门 龟多就猜到 沉默 一提到我 我就消失 沉默 被公主擦肩而过 这么多次 龟多和公主 终于擦出了 爱情的火花 公主对龟多说 带我走 在现场又对的伴奏下 龟多 明正言顺的 正大光明的 骑着绿马 带走了公主 龟多和公主 走入花田 在走出的时候 已经有了五岁的儿子 婚后的生佛 幸福美满 龟多默默以求的书店 也顺利开业 可好儿子 没过上几年 在儿子乔书亚 五岁这天 纳粹分子 抓走了龟多和乔书亚 强行把他们 送往犹太人集中勇 当多拉和母亲 性诚诚回到家 只见人去楼空 家里被犯的乱七八糟 多拉就明白了 以前发生的一切 多拉虽没有犹太血统 但坚持要和丈夫儿子 一起被送往集中勇 龟多不愿意 让儿子幼小的心灵 从此梦上悲惨的阴影 给乔书亚解释 只是在玩一场游戏 得到一千分的人 就能得到一辆真正的坦克 乔书亚最喜欢的玩具 就是坦克 他多么想要一辆真正的坦克 乔书亚质疑 这里又脏又臭 也没有点心 那些士兵们大声呵斥 我不喜欢这里 为了让乔书亚坚定的相信 这个一千分的游戏 龟多甚至自告奋勇 当起了纳粹军人的翻译 给大家解释这里的规矩 先得到一千分的胜出 奖品是坦克 有三种情况 会直接扣除所有分数 第一哭 第二找妈妈 第三要吃的 乔书亚动了眼睛听着 真的完全相信 这个一千分的游戏 几正游的日子 堪比地狱 龟多每天回去 都会和乔书亚解释 今天做了什么游戏 拿了多少分 老人和孩子 不能创造劳动价值 会被直接送去毒气室 他们会告诉孩子 那是洗澡 乔书亚自小就讨厌洗澡 听说要洗澡 乔书亚偷偷跑掉 躲过一劫 老人和孩子 全部被杀掉 龟多让乔书亚藏起来 不管外面有什么情况 都不要出来 为了给多拉抱平安 龟多和乔书亚趁着广播室的士兵出去 打开广播 父子俩对多拉说 早安公主 父子俩的声音 给了多拉活下去的希望 想要期待明天的希望 在一日体检中 龟多遇到了那个猜谜狂人德国医生 上次医生给出自己的谜 谜底是答案 龟多因此免去一死 医生邀请龟多 参加高官们的晚宴 所适应 龟多心里想着 或许医生能够帮助自己逃出去 龟多看到高官们的孩子 将乔书亚也混入其中 告诉乔书亚 这个关卡叫沉默游戏 不管怎么样 绝对不要出声 绝对不要说话 在晚宴上 医生借机告诉龟多 等我暗号 我有重要的话跟你讲 乔书亚吃饭的时候 下意识地说了谢谢 被一旁的市领听到 去报告纳粹军官 龟多偷偷叫在场的孩子们说谢谢 这才借机躲了过去 龟多告诉医生 我儿子也在这里 医生只按了一下 终于找到机会 医生告诉龟多 仔细听这个谜 我胖胖的 不是很漂亮 我是黄色的 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我 如果你问我在哪 我回答 呱呱呱 我边走路我边拉屎 但拉的不多 我是谁 我应该是一只小鸭 不是吗 维多点点头 医生忽然激动起来 眼神带有几分委屈地说 是小鸭吗 根本不是 我也想过可能是鸭嘴手 可是鸭嘴手 不说呱呱呱 昨晚我替你翻一条意大利语 你怎么想的 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谜底应该是小鸭 帮帮我 龟多 我连觉也睡不着了 医生说完伤心地侧过身去 嘴里重复着谜题 然后大叫一声 应该是小鸭 一拳打向吧台 而此时的龟多 早已无奈地离开 当解放来临之际 一天深夜 纳粹清理集中营准备逃走 龟多将儿子藏在一个铁柜中 千叮咛万嘱咐 这场游戏只剩下你一个孩子 只要过了今晚 你竟然得到一千分 龟多打算趁乱去解救多拉 把毛毯裹在身上 扮从女人混入 没有找到多拉 但被纳粹士兵发现 当纳粹士兵压着龟多 经过乔树亚躲着的铁柜时 龟多知道乔树亚在看着自己 他大步 夸张地走过去 一切都显得 这是一场滑稽的游戏 几声枪响 龟多最终死在纳粹的枪口之下 天亮后纳粹军已全部逃走 躲藏起来的犹太人也纷纷离开 乔树亚从铁柜中爬了出来 站在院子里 这是一辆真正的坦克 轰隆隆地开到乔树亚的面前 美军士兵把乔树亚抱上坦克 乔树亚坐上真正的坦克 遇到妈妈 乔树亚兴奋地告诉妈妈 我得到了一千分 我拿到了冠军 坐上真正的坦克回家 我们赢了 尾巴 当你发现你改变不了这世界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改变对这世界的看法 从小黄鸭到思想自由 我胖胖的不是很漂亮 我是黄色的 人们从远处就能看见我 如果你问我我在哪 我回答 呱呱呱 我边走路边拉屎 但拉的不多 我是谁 我应该是一只小鸭 不是吗 龟多顶顶头 医生忽然激动起来 眼神带有几分委屈地说 是小鸭 不是吗 根本不是 我也想过可能是鸭嘴兽 可是鸭嘴兽 不说呱呱呱 昨晚我听你翻译成意大利语 你怎么想的 所有一切都显示 谜底应该是小鸭 帮帮我 龟多 我连睡也睡不着了 医生说完 伤心地侧过身去 嘴里重复着谜底 然后大叫一声 应该是小鸭 一拳打向吧台 而此刻的龟多 早已无奈地离开 是龟多解不开这个谜 还是这个谜 根本就无解 关于小黄鸭这段 有太多的解释 多到连导演本身 都不得不出来解释一番 医生只是猜谜疯子 没有什么用意 既然导演都这么解释了 那是不是这个谜语的答案 就到此解说 纳粹占领了这里 白骨堆积如山 把人拿去做肥皂 扔到火炉里烧死 关进毒气室 纳粹军人告诉你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现实唯一的解释 龟多面对现实 是如何给儿子解释的 告诉儿子 我们都要嗝屁了 明天就得死 明天不死 后天也得死 我们会被毒气毒死 或只要被扔进火炉烧死 事实就是如此 龟多为什么不这么解释 我反倒认为 导演的解释 就像纳粹恐怖的事实 对集中用中犹太人的解释 如此并就屈服了吗 又相信了吗 并没有 龟多给儿子完全不同的解释 权威的解释就是事实了吗 恐怕未必 再者说 什么又能被定义叫事实呢 权威定义这世界 当你发现你无法改变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改变对着世界的解释 如此 你的世界的定义 把握在你的手中 而不会夺取 那是你至高无上的权利 不要轻易交出 你可以自由地定义 小黄爱的谜底 不要因为连导演都给出了解释 就放弃这个权利 在我们学过的 鲁迅的课文中 有这么一句话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这是秋叶中的一句话 权威的解释是 体现了孤寂 单调 悲良了气氛 还有乱七八糟 各种手法手段的解释 但我的理解一直就是 增加字数 多拿稿费 我还记得当年学习 《桃花源记忆》这篇文章 语文老师说 这篇文章体现了 作者对没有剥削 没有战争 人人生活平等 幸福的向往和憧憬 然后人人都背诵这一解释 这太乏味了 我的理解是 这就是公款吃喝 到处游玩后的日记 其实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就能明白 当习惯了接受权威解释 便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为什么舍弃健康 拼命加班 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别墅区 为什么一定要买好车 为什么所有人的人生剧本都一样 为什么总有东西 标榜是人生标配 不就是因为我们认同了 某个权威解释吗 认同那个解释 就认同那个解释下的世界 不客气地说 这样的状态和空地的牛 拉莫的驴 有什么区别 美丽人生 归多的美丽人生 不重视有自己的人生剧本 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吗 还是看着某个APP上写着 普通人生剧本 五万块 黄金人生剧本 五十万 博金人生剧本 五百万 至尊人生剧本 五千万 然后辛苦攒钱 都去买那个闪着金光的 写着至尊人生剧本 的人生剧本 这就好像在草原上 有一个小一点的围栏 标价五万 大一点的标价五十万 再大一点的标价五百万 再再大一点的标价五千万 还有一个至尊围栏 标价五亿 人人争相竞争 都想那个至尊围栏 可草原上原本没有围栏啊 哪个聪明的王八蛋 弄了些围栏来 大家还要付钱 平平钻进去 好好的人不做 不要去围栏里做个畜生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 更黑色幽默了 拒绝未来 起码在看我节目的同学们 我希望你拒绝未来 去看那广阔的大草原 你不需要付钱 只要脑子里把 你应当转变成 我意愿就可以了 如此 小荒芽 便也得到了思想自由呢 我的朋友